什么是音标 什么是拼读 一个单词给你讲清楚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到这个记号的单词 那首先的话呢 我们先看到这个音标这里 我们先把它的读音读准读对 好 第一个 这个发音呢是 这个发音音响有很多同学肯定听过了 第二个呢很简单啊 读音是 啊 啊 这机会就是你张开嘴巴就可以把它读出来是吧 啊 这个读音啊 来看看这个 这个是耳化音 读音是 有点像我们说耳朵的耳朵 要卷舌的啊 这个地方有的同学呢 可能不太习惯卷舌去发音 所以这里呢 你可以多听多练几遍啊 发音是 好了 同学们 由于在我们单词当中呢 就是这两个音呢 它们经常同时出现 经常在一起的 就像双胞胎一样的 总就在一起出现啊 所以这个地方呢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读音就行啊 把它们当作是一个读音 然后直接发 啊 啊 啊 OK 当作一个读音 好 最后一个轻轻的发 好了 咱们知道了这三个音之后 来 现在我们一起来拼读一下 那么拼之前呢 老师还是重点强调一下啊 什么是拼读呢 那拼读呢 是我们学习发音的非常重要一个方法 它既可以拼这个音标 也可以拼读单词 特别有的同学啊 如果你想要以后呢 不仅可以把简单的音标拼读对 你还能快速的把很多长的难的音标 也能很快的把它拼读出来的话 那么这个拼读这个方法一定要把它练熟了啊 来 我们一起来试一下 从左往右 就是有点像拼拼音的感觉 拼过去啊 m or mark 再来 m or mark 是不很简单 好了 来 这个音标拼读完了啊 我们一起来看到单词 去了解一下 单词当中的字母或字母组合的发音规律 为啥呢 同学们啊 这个部分啊 如果同学们你平时呢 要经常去听写单词的 那么这里的规律对你来说是特别的重要 而且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第一个 字母m 在单词前面的时候呢 它通常都是直接发m 这个音就可以了 来 重点看到这里啊 这个绿色这个部分 它是个字母组合 因为它们两个经常同时出现 对吧 这个字母组合 直接发or就行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刚才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老师让大家把它们当作一个读音 就是因为它对应的 这是这个字母组合 直接发or ok 好 k 只有一个读音 直接发k 所以你看这个单词是不是很简单啊 对吧 从这里划分一下 从这里划分一下三个部分 m or mark 所以咱们学的时候呢 到底是先学音标还是先学拼读 很明显吧 一定要先学音标 把这个音标每个都读会读准之后 然后你再回来寻找这个单词当中对应的字母或者字母组合的发音规律 然后当你把这些发音规律的比较熟练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啊 以后呢 你可以做到就是看到音标会读 看到单词也能拼 甚至直接拼完出来就可以把它拼写出来 那么说到这里呢 老师再补充一个点啊 也是好多同学比较容易出错的 或者问到一个点 就是说呢 这个地方啊 刚才咱们讲的这个发音是吧 来 刚才咱们说了啊 我们把它看作是一个读音直接读or 对吧 有同学说 为什么不读or呢 不是这么读啊 如果你读or的话呢 那就变成两个音了 对吧 那就拉得太长了 变成两个音了 所以呢 既然我们说了把它当作一个音 对不对 那你这正常的读一个音就行的吧 or 然后呢 这个儿化音读的很轻 在后面稍微的有点卷舌就可以了 对吧 or 这样的话呢 读出来就很正常的吧 m or mark 由于拉太长的话 可能就变得很奇怪了 所以这个地方大家稍微留意一下啊 好 那么关于这种音标啊 或者说字母字母组合的发音规律的话呢 在完整的发音课当中 也有详细的总结 还有专门的这个训练 好 同学们这个单词你学会了吗 学会同学记得打卡学会两个字啊 如果你想从零开始学习完整的发音内容 那你可以学下老师的完整发音课四合一 好 我是Heddy 关注我轻松学英语